主席,有關《一校一社工》的問題,大家都清楚 大家整個社會,特別是臨臨事件之後,都感覺到 我們的小學、幼稚園的問題相當複雜,需要加強輔導服務 所以說要加社工 雖然是在現有的資源、現有的基礎上增加社工的服務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政府的措施當中似乎說,如果你有輔導教師,就不需要有社工 要等待輔導教師,遲些消失才會有社工 即是說,並不是在現有的基礎上增加服務 而是由一個新的服務去取代一個舊的服務 那為什麼是這樣呢?如果取代了之後,其實有沒有實際上要加強呢? 這個我們是有一個很大的質疑的 亦都因為這樣這一點,我們很希望政府能夠重新檢視一下 究竟現在整體的政策,是不是真真正正去加強服務 我們不覺得社工是比輔導教師是優勝 我們是覺得兩者是應該發揮協同效應 這個亦都是一直以來我們對於小學輔導 全方位輔導的一個基本的一個看法 這個是行之有效的 是不是現在我們改變這種的看法呢? 請議員 主席,我想議員也有點誤會 我們現在做的事是甚麼呢? 我們在過去發生的事,我們承認在小學裏面 是需要加強社工的服務 我們是覺得有需要在小學裏面 是需要做一些研究和看法 所以我們現在的提議是怎樣呢? 簡單來說,我們是加了資源給一些 現在有些是不夠,請不夠一個社工的學校 我們加足夠的資源給他們請到一個社工起碼 即是說起碼每一間學校有一個社工 或者相等的輔導的人員 第二,如果是社工的話 我們是希望他可以請到一個學位的社工 這件事都是提升他的服務 然後我們亦都有加到一些所謂諮詢的服務 即是其實我們所謂除了社工之外 還要在機構可以買到一些諮詢的服務 令到他的工作可以做得更加好 至於在輔導老師裏面,我們承認是需要再跟他們談的 在今時今日裏面,我們現在的提議是沒有說到我們將會怎樣去做 因為我們覺得是需要去跟輔導老師談清楚 究竟在輔導裏面,社工同學的工作 如果我們放了下去的時候會是怎樣? 大家的分工會是怎樣? 是否適宜就這樣加一個下去就搞定呢?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邊,我們是說我們需要跟他們討論